在搭上亲戚朋友或者同事的车时 和坐出租车这种运运兴致的车厢比 可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自家车对于其车主而言 基本上就像是可以移动的第二个家 所以说在坐别人顺风车时 很多方面都得注意一下 所以下面就来盘点盘点 超级美素质且超级招人烦的八种做车行为 他们能够分分钟把车主惹毛 但愿你没有做过类似的举动 一 在车上抽烟 这相中是一个相对秘密的环境 一般而言只要车主自己不抽烟 也不会喜欢有人在自己的车里抽烟 一方面车内的烟味很难散去 另外一方面二手烟 是会对车内成员的身体健康产生负量影响的 除此之外过多的烟雾 也会对驾驶人的视线造成干扰 还有可能对其眼波造成刺激 这可是会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的 二乱翻车上的东西 上面已经说了 私家车就等于是车主的家一样 哪有去别人家里乱翻东西的客人 道理是一样的 上了别人的车就别乱动别人车上的一些储物点 比如说手套箱 扶手箱这些地方 三对别人的开车方式指手画脚 要明白这是别人的车 只要不影响到车辆行驶安全性 想怎么开都是车主的自由 不要对别人的开车方式指手画脚 这是最基本的礼貌 安安分分当好乘客就行 四在车内吃有异味的食物 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 在别人的车上吃臭豆腐 甚至把汤汁撒到了座椅上 想象一下类似的场景 把别人的车上弄的都是意味可是相当惹人厌的行为 一定要注意避免 五不停的说话 有的人上车之后就一直说话 特别是坐在驾驶位上和司机没话找话说那种 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那么艰谈的 而且和司机说话 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起注意力 这同样会影响到行车安全 六小孩在车上哭闹 如果带着自己的孩子 上了别人的车 要额外注意的一点就是管好自己的小孩 没理由的哭闹肯定会让车主感到厌烦 对别人的小孩肯定不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的耐心 这是相当正常的 而且有的缺乏管教的小孩一闹起来 可是什么步都不管 在车里乱蹬乱踹都是有的 换做你是车主能够心疼吗 七不系好安全带 有的人已经习惯性的不系安全带了 觉得这样麻烦 但是安全带可是保护车上成员的最基本的生命线 并且车上成员不系安全带的话 被交警查到可是要扣车主驾照分的 八 用力关车门 一些老实的出租车 他们的车门锁扣出现了老化 不用力甩的话是关不紧的 有些人已经搞习惯了 所以在做别人的私家车时也这么干 但这么做的话 一是没有必要 二是可能会损伤到 车门中的车窗升降机等部件 三就是由此造成的噪音 以及车内气压瞬间升高 会让车上的其他成员感觉很不舒服